這段是要解說PHPV3的建立一個新版面 就是說你安裝好PHPV3論壇 接下來就是要做建立幾個討論區 這個教學網址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頁面 然後可以點一下紅色按鈕訂閱 原則上這個版區規劃要搞很多年 這個要搞很多年 因為這是比較一個 比較需要用那個時間下去磨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就是看你論壇能開多久 大概就知道怎麼樣去弄 那這一篇只是說跟大家簡單的說明這個層級的概念 跟建一個新版區的一個流程 是這兩部分這樣子 那這個層級的概念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你的那個腦子有沒有要很清楚的知道有 它就是分三個層級 你要腦子要想它有三個層級 一個是分區一個是板區一個是絲板塊 這三個區 這三層 它不是放在同一個頁面 它就是一個層級的一個概念 這樣 就是說你要有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要有這個層級的概念的時候 再來使用這個 那個添加那個新版區 做這個版區的規劃 你會比較好弄 是這樣子 那這邊注意看一下這邊 這個是分區的意思 這個是分區 就是那個最大的那一層 分區 那這第二層是這裡 第二層是那個板區 也可以叫討論區也可以叫板面 那都是指同樣的東西 它在這個PHPV3是叫板面 那我習慣是叫板區 這樣子 或者是板塊 這樣都可以 那 那還有一個紙板塊 是這個裡面 你再添加紙板塊 在這邊 它會在這個 這個 那個鐵子的這個上面 可以建一個那個紙板塊 這樣子 這樣子 它有這個三層 你要有這個概念這樣子 那個 分區 分區下面有那個板面 這樣子 那我用一個那個 看一下這個 就大率的說一下 這樣 沒差啦 這個大概用久 大概就知道了這樣子 只是說 你那個腦子要有一個 這個 做這個概念 就是層級的一個概念 它有三層 分區 然後板區 跟那個 紙板塊 三層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那個 添加一個那個 新版面 的流程跟步驟 那在這個地方 你到那個 後台 後台就是點這個 ACP 就是那個 論壇的那個 後台 MCP是前台的管理 這樣子 我就點一下 就到這個地方 那一般 是在這裡 它這個地方 你在使用的時候 它有注意一下 它這個地方 它這邊是回到那個 首頁 ACP首頁 跟那個 討論區首頁 那這個地方 橫的是 那個標籤 它有那個 是這樣子的 然後直的是那個 這個標籤下的 它的那個功能 它會列出來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 我們先點一下 這個版面這裡 因為我們現在要 處理版面這個 就是這一些版面的 那個 做一些操作 版面的版區的操作 這樣子 好 就點過來 那在這邊 接下來是這個地方 你先 可以建立新版面 你可以填一個 那個 好 第二個步驟 你要填 你看你是要增加什麼 那我這邊就 用那個 換問題回報 再增加一個問題回報 然後再點一下這裡 第一個 1 2 3 建立 這樣子 然後就到這個頁面 這樣子 那這個頁面的時候 我們只要 看一下幾個東西 這樣子 第一個是版面的類型 這個是 就是 前面講的 那個 層級 它有三個層級 那個層級的部分 這樣子 看你是要用那個 最大的分區 還是版面 那或者是 也可以用連結 這個是 那個 後面的時候 到時候再說 我們這一篇 主要是說明 那個 先建一個版區 這樣子 就是版面這個 這個 那上一層是什麼 就是指 那我現在要放在這個分區下面 我要放在這個分區下面 所以說這個地方 那個 副層 上一層 我要把它切一下 切到這裡 這樣子 我要把它放在它下面 就是一個層級的概念 我要把它放在誰的下面 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 這個 這個複製權限 這個東西 有沒有 我們先把它切到這個 這個我下一篇會講 因為這個地方 是要講解比較久 就是這個 全線的部分 要講解比較久 所以說 先 先跳過 就是到下一篇 我再說明 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你先選 選成跟這個 區塊同一個 那個 全線這樣子 那這個是版面的名稱 就是剛才輸入的 那這個描述 這個描述 是下面這個 你要解說這個 就是做一個大略的描述 這樣子 從這邊輸入 這樣子 然後這個版面的圖示 應該是指這個前面這一個 你可以 就是前面加一個圖標這樣子 這個 你可以用一個圖片 這樣子 那我就試一下看看 用一張小圖來試 沒關係啦 就是說到時候 你這個地方再 輸入一個 那個小的圖片 那個 就把它 把它放在這裡 這樣子 就是版區的圖示 圖示這樣 那這個是那個 密碼是比較 跳過 這個 大家自己去 就是說比較少在用 這樣子 那這個 風格就是 用那個 預設風格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大家 就是說 剛開始接觸的話 有沒有 你剛開始的話 只要知道幾個項目 這樣子 那其他的話 就是要靠那個時間下去 下去 那個 try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 把這個 啟用快速回復這裡 把它切到4 那這個是方便那個 會員回復 就是你點進去這個 鐵池這邊 有沒有 點進這個鐵 的時候 那個下面有一個 那個快速回復 這樣子 才會有 這樣子 那就是方便 那個會員快速回復 就是把它切到4 這樣子 那好了之後 就是 點一下送出 這樣子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點一下 回到前頁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就會出來 然後就點擊一下 這個分區 注意一下 這是最大的項目 分區嘛 那我把它點進去 然後 點進去這個 最大的項目 就會出現了 這個問題回報 它是在最大分區的下面 問題回報 這裡 這樣子 就看到 這樣子 好 然後 這邊 我們回到那個 首頁這邊 你刷新一下 到那個論壇 首頁這邊 有沒有 就出來了 出來了 然後它是在這個 分區 這裡 然後剛才那個 快速回復的部分 我就發一個帖 試一下這樣 那個是權限的地方 那個沒有射到 沒有關係 那個是下一篇的時候 會說明 這個是不能用 應該是要用這個權限 我改一下 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那個權限的部分 要把它指到這個 指到這個 要不然會沒有權限 弄錯 這個是在 這個分區的下面 然後這個權限 指到這個 你的第一個 不是 你的第一個 版面這個 這樣子 前線 把它改一下 要不然會沒辦法發帖 這樣子 那那個 是下一篇會說明 就先改一下 這樣 前線 這個 改一下 這樣才有 好 好 那這個地方 到這 這樣才能發帖 這邊就出來了 這邊就出來了 這個按鈕 發表主題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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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 把這個 左邊 右邊這邊的按鈕 有沒有 它有 你可以調整 好 比如說這個 新手報到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回報你要把它調整上去 點一下 它就換了 看一下 它就換上來 這樣子 然後我要把這個 改一下 有沒有 或者是你要做什麼修改 全線修改 或什麼的 就是Copy的部分 我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那個 贊物 字按 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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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改一下 從這邊改 這樣子 把這個去掉 也可以添加 這樣子 然後再來 我現在從這邊改 然後這個地方 我順便跟大家說 這個地方 呃 然後使用一個那個 呃 能夠使用主題圖4 這個地方 我來切4 讓大家看一下那個功能 是差在哪裡 這樣子 好 就是說你要調整順序 然後你要做什麼 編 那個編輯 然後也可以刪除 好 比如說我要把這個 新手報要刪掉 呃 我先一個一個 跟大家說一下 好 看一下那個 那個地方 好 刷一下 有沒有 這個地方改成贊物公告 好 然後 這個地方點進去的時候 在發帖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這個東西 那個主題圖4 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他這個地方 是會增加在那個 帖子的前面 好 他會增加在那個鐵子的前面 好 這個這個地方是 就是看大家怎麼去試 啊 呃 有一些的板區需要 有一些就不需要 好 就是他會出現一個那個 那個星號這個地方 那個 以前的話是比較清楚 他會另外弄一個格 他現在把它做 合在一起 就是說 因為現在的 現在的主流就是說 那個板面要那個 要那個整齊啊 就是那個要 就是要乾淨 比較偏向乾淨 然後整齊 就是說簡化這樣子 就是說 所以說有很多的東西 要合在一起 不是這麼明顯 所以說這個功能 可有可無 這樣子 就是指這個功能 好 就這邊的這個功能 好 在這個 呃 主題 那個添加一個圖示 這個 你也可以不用 不需要這樣子 那主要是這個地方 把它 這個要把它啟動出來 好 這樣子的話是方便 那個會員回復 啊 就是這個快速回復 這樣子 好 嗯 應該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這個到這邊 好 這些這些的 就是要知道怎麼用 那這個刪除這個 就是刪掉 好 嗯 刪除文章 包含深處文章 這樣子 動作 就這樣 好 就把它刪掉 就沒有了 好 就是說這個層級 要 重點就是你要有那個層級的概念 啊 就是在這個層級下面 分析層級下面的這裡 好 然後看一下就沒了 就刪掉 好 看一下就刪掉 在這個層級下面 這樣子 好 就是有這個層級概念的話 你會比較好弄 那這一些是這個操作 那個調整 編輯跟刪除 這樣子 好 那大概這一篇就是解說這些功能 那下一篇的時候 到時候再補上 就是 下一篇的一些說明 我補在這裡 好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視頻 謝謝大家